美国的一个支持贸易的游说团体表示 特朗普总统对中国的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做法 使美国的企业和消费者的额外成本激增 今年6月一共支付了创纪录的60亿美元关税 较去年同期上升74% 有关的详情我们请记者许湘云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 湘云 由多个贸易和农产品团体组成的关税伤害美国腹地表示 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做法 仅在今年的6月份就使美国企业支付了34亿美元的关税 较去年同时期增加了24亿美元 但是美国的进口总量较去年同期下降31% 减少75亿美元 这个组织援引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 分析特朗普总统5月份将价值2000亿美元的 中国进口商品关税从10%加升到25% 一个月之后的数据变化 不过该协会发言人强纳森格尔的警告 说美国企业还将迎来更严峻的关税挑战 特朗普总统上星期宣布 对剩余3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10%的关税 将在今年9月1日生效 格尔德说 美国人已经支付了创纪录的高额关税 但对消费者的最大冲击将在9月1日到来 9月份额外加征关税的商品多为民生用品 例如玩具、手机、电脑、鞋子、服饰、电玩等 对消费者产生的影响更为直接 9月份也是商家开始进口节日礼品的时间 格尔德表示 关税将会进一步损害美国的就业机会 提高物价、伤害农民和破坏美国的经济增长 他呼吁特朗普政府以其他的方式和中国协商 而不是让美国消费者因为关税承担日益增长的经济压力 我们来听格尔德是怎么说的 关税是美国公司支付的税款 而不是由中国或任何外国政府支付的 美国进口商支付这笔钱 不幸的是 这些税收转嫁给了美国消费者 我们当然同意需要改变与中国的贸易关系 但我们不认为加征关税是最好的方法 而且这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 我认为政府需要考虑其他途径来与中国达成协议 特朗普总统此前表示 通过使用关税作为谈判策略 可以与中国达成更好的协议 他说关税对中国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 去年一年 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因为关税减少了210亿美元 不过美国出口中国的商品 也因为中国的报复性关税减少了250亿美元 报告说自2018年美中贸易争端开始 截至今年6月份 美国纳税人已经支付了270亿美元的额外关税 当中近75%是根据301条款对中国采取行动而来 包括农产品在内的美国出口中国商品 由于中国报复性关税的打击 6月份出口下降17% 这是连续第11个月下降超过15% 中国已经威胁要对美国新公布的关税进一步报复 尽管中国的报复性关税对美国农场主造成了出口的压力 美国农业事务联合会通讯部主任泰瑞摩尔对美国之音说 绝大多数农场主认同特朗普总统对中国的关税政策 他们期待看到报易战结束之后 中国开放市场的自由贸易 此外 特朗普总统也为农场主提供了足够的补贴 来听摩尔是怎么说的 我们在全国各地的绝大多数成员 都认同并了解特朗普总统正在与中国作战 从二三十年前开始 我们真诚地和中国进行农产品交易 但要他们为我们的商品提供公平开放的市场 却是一场持续的战斗 特朗普总统去年和今年针对贸易系统采取的补贴 已经帮助并填补了农产主受到的损失 我们的底线是 我们需要让中国官员回到谈判桌上 我们敦促美国政府官员仅其所能做到这一点 因为我们需要看到这场贸易战的结果 截至今年六月的十二个月之内 美国从中国进口商品总额减少209亿美元 约占9% 而由于中国的报复性关税 美国出口中国的商品总额减少了245亿美元 占29% 时间召唤给主持人鲍容 好的我们感谢记者许湘云的报道